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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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角落 空景啊 虽然外面还下着雨 音乐 近期呢琢磨着 在这个小小的 地方呢 搭建一个小小的工作室 说白了也不是工作室 是一个 市场当中的一个新节目中的一个拍摄地 因为之前也跟朋友商量一下 有没有可能做一些新的这种 访谈式节目 所以今天这就是我们在选的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我觉得 这光线非常充足 因为这边有至少一半的 这个地方呢它是全景 天超 然后前面这个桌子呢 就打算先试着用这个桌子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 讲台 那我们要先搭载一些这个 新型的麦克风 麦克风的夹架 另外一个夹子 然后麦克风的减震架 可以看到非常专业 这是个超市中的 主播专用的一个 奶瓶式麦克风 但是这上面没有牌子 估计是淘宝上买的 这是防喷网 真的是要什么有什么线 XLR线都有 但是 3.5mm接口都可以感觉到 淘宝 绝对淘宝 然后还有这样的USB Micro USB 还有这样的转接头 对我来说太简单了 I can't let you go i can't let you go I can't let you go I can't let you, can't let you go I won't let you, won't let you go I won't let you, won't let you go I knew something's wrong just to break from But I, I can't let you, can't let you go I won't let you, won't let you go I can't let you, can't let you go I can't let you, can't let you go Just can't see if my luck has turned When I start to roll the dice It always turned out the same And it really ain't no big surprise Oh, it's all in my mind I don't even wanna say it's loud But I got obsessed with you I can't let you, can't let you go OK,剛才呢簡單的試用了一下 依舊沒有搞清楚它如何在手機直播的時候 不,對不起啊,是在手機輸入音樂的時候 不知道怎麼能夠把這個整套系統 當作一個麥克風輸入到手機端 所以還需要研究一下 尤其是這條神奇的線,至今不會用 所以作為科技達人的我有點失責了 但現在天色一彎,我要趕緊車了 好,今天呢是健身的 連續健身的某一天,具體是已經忘掉了 今天我準備戴這個Beats X 然後呢,試著在籃球場上打籃球 不知道行不行啊,但是我想試一下 天氣外面下著暴雨 依舊風雨無阻,Let's go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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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今天这什么情况,一个位置都没有 哇哇哇哇,我必须把车停到正面的地方 还好这个地方还有车位啊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一定很特殊,人人傍满了 整个都满了 今天应该是有重大比赛,我感觉,相当重大比赛 我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我好像把我的帽子给丢了,我的帽子 哈喽,我美吗今天,非常美,素颜吗,是呀是呀是呀,看起来非常好看 你拿着衣服,今天我们三个在这儿练了个头篮 汗出了一身 拍到头篮吧 对 真的吗,头好的时候没有拍到吗,我是不是框框框头进一个 对,连着进了三个,其余都没进 没有没有,他没怎么走,他今天就主要防走我,然后还把我防了几个 脑袋上有他的伤 对对对 我说是,你还怎么不相信吗 嗯 对 然后接下来我们准备去上面练一下,继续练一下这个肢体 今天的健身就算结束了 好累呀今天 这应该是小猫第一次来,第一次 哎呀,Carrie又来了 视频人那个三爪,然后是Carrie Carrie你好,我在视频里看到我 视频里 对,好像被他打败的那个 平时都打赢他嘛 没有没有 就是被他打败 刚刚小猫 小猫放了他的视频是米哥照的 对,Balentite 野兽 哎呀,小猫终于加入我们了 哈哈哈 牛巴伦 牛巴伦 这是什么牌子 这个马坤 麦坤 马坤 我换鞋 我换鞋 你在拍拍,拍我换鞋吗 我跟你说你要讨论我的鞋的话 估计很多人留言说我的鞋了 他们都认识这个是吗 可能吧 小猫究竟穿了什么鞋大家留言 这不就是我们帮你当选的那个 对,群里面大家帮我选的 我那边不是去逛街 我离个人逛街 然后问你们我要哪个颜色 我说美美的 拜拜,猫猫 小猫 小猫迈出这个大门 好 拜拜 哎 今天要有一点点小猫的遗憾 因为我无法兑现昨天的诺言 那就是把这个板子搭起来 因为今天实在是太忙了 太忙了 今天呢花了绝大多数的时间 在这个视频方面 第二个是 做了一些这个 网上的表格 还有一些跟国内经纪公司的一些 直播上的一些这个文章 然后最主要的重心呢 是在未来的几天呢 能够把新的这个 一个录制节目的工作间给做好 里边呢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也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 也是会 用非常简单的语言跟大家描述的 就是 声音部分 往往呢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 画画面其实都 不是特别重要的 尤其是这个声音 包括平时 做些节目 画外音的时候 用到各式各样的麦克风 而今天呢真的是 非常的开心 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厂商Rod 然后新推出了 几款麦克风 其中有一款是什么 是我 现在用这个麦克风的升级版 终于有一个 我特别想买的东西了 可是呢 具体上市时间还没定 所以我期待这个录音的东西 赶紧出来 我特别想升级一下我现在这个东西 因为它现在 晃呀晃的 之前在 很早的一期Vlog当中 我教大家啊 如何录制歌曲里面讲述了我的某一个麦克风 但是 我还是希望在日后花一些时间跟大家说一些录音方面的知识 尤其是讲述一下我手中的这款设备 叫 Zoom H6 这是我现今为止最满意的一款 综合性啊 带这个interface 界面的一个 超级好的 我觉得 一定要跟大家分享的一款设备 Zoom H6 日后呢会跟大家详细讲述一下 今天游戏实在是太忙了 我真的是 有点 忙不过来 加上今天健身的时候 肩膀这边严重受伤 我现在胳膊抬起来都是费劲 啊 这就是 今天悲催的一天 但是也非常忙碌的一天 因为明天早晨呢 将会很早起床 去另外一个 地方 所以明天的Vlog当中 你将会完全看到我做了些什么 大家有没有听到我现在说话声音特别的 清晰呢 就是因为在清晰的房间 用了 比较好的麦克风 麦克风 非常的重要 因为在清晰的房子里面 就像是在清晰的房子里面 就像是在清晰的房子里面 在清晰的房子里面 我现在就像是在清晰的房子里面